神秘的睡梦之旅 探究人类需要睡觉的原因 解析睡眠对人类健康和功能的重要性 引言 睡觉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个人每天都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在睡眠中 然而 为什么人类需要睡觉 睡眠的功能和效益是什么 本文将深入探讨睡眠的神秘之处 涵盖睡眠的生理和心理机制 以及它对人类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1.睡眠的基本特征 1.1睡眠周期 人类的睡眠通常由多个睡眠周期组成 每个周期有浅睡眠 深睡眠和快速动眼期 RAM睡眠组成 1.2睡眠时长 不同年龄阶段和个体的睡眠需求不同 但一般成人每天需要约7-9小时的睡眠 2.睡眠的生理机制 2.1大脑的活动 睡眠时 大脑的活动模式会发生变化 不同阶段的睡眠 在大脑波的频率和强度上 有所区别 2.2生物中 人体拥有内部生物中 控制着睡觉和醒来的时间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晚上会感到困倦 3.睡眠的功能和效益 3.1身体恢复 睡眠是身体修复和恢复的重要过程 有助于修复细胞和组织 3.2学习和记忆 睡眠对于学习和记忆的巩固和加工至关重要 人睡眠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3免疫功能 充足的睡眠有助于提升免疫系统的功能 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4.睡眠不足的影响 4.1身体健康 长期睡眠不足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 肥胖、糖尿病等健康问题 4.2心理健康 睡眠不足与情绪不稳 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有关 5.睡眠障碍与治疗 5.1失眠 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之一 可以通过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来处理 5.2睡眠呼吸暂停症 这是一种影响呼吸的睡眠障碍 可以透过呼吸机来治疗 6.文化与睡眠模式 6.1睡眠习惯 不同文化和地区对于睡眠的看法和模式有所不同 这也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6.2现代社会的挑战 现代社会的节奏快速 生活压力大 这对睡眠质量造成了影响 结论 睡眠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人类的身心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睡眠不仅是身体恢复和修复的关键过程 还对学习 记忆 免疫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 在现代社会中 睡眠不足和睡眠障碍已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 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态 因此 我们应该重视睡眠的重要性 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 并在需要时 寻求专业的帮助 以确保我们的身心健康 在任何緊張的阅 rend 旁边的分析